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很喜欢的 好吃 好吃 我看到你也很喜欢 吃过 你可好吃吗 好吃 看来有些小朋友 都比较喜欢吃辣条 看到这班同学 就会想起我小时候 每次放学 就会立刻背起书包 冲去小卖部买零食 记得那时候 几毫子可以买一包炸面 又或者是一包果铺 甚至是这样一包辣条 现在小朋友就像我们那时候一样 都是喜欢吃一些 比较便宜又好吃的零食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它们很可能会存在着 严重的安全隐患呢 在某间小学门口的小商店门口 看到不少学生都聚在一起选择零食 我观察 我们发现这些包鸡筋 牛肉干 醬肉丝 开胃丝等辣条 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除了调查员继续走封几家小商店和超市 就发现每一家都摆满这些辣条产品 价格大多为几毫子到几乎不等 厚味偏重 非常受小朋友的喜爱 我想问你平时会不会给小朋友吃辣 为什么 不会 不会啊 就是从来都没试过 没有 因为觉得这些很不危险 不吃不吃不吃 小时候有吃过 小时候有吃过 你不担心吗 如果看 不是看什么 如果是那些小的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厂家那些 山寨厂就不给了 我看过那个 网上有说 他们说那个辣条 是丢在地上那些 很脏很脏 用那些脏水搞的 小时候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现在几乎从来都没有笑 他从来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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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他们认为辣条虽然细细胞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不少 总的起床就有以下四条 第一 卫生不过关 里面的细菌含量多 第二 辣条虽然不咸 但是含有大量炎 长期使用会令到小朋友血压升高 引起水肿 第三 辣条里面含有大量的添加剂 长期食用肯定会令人致癌 第四 大多数辣条来路不明 关于生亡产品 家长们对辣条提出的四条 罪状到底成不成立 我们马上一一调查清楚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 就是四个不同牌子的辣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辣条都是油腊腊的 就像这包 这包是未开封的 但是我只摸这个包装的表面 就可以摸到整一手油 相而知这个包装是多么粗糙 同时我也可以想到 制作商在制作这些辣条的时候 用油腊腊腊腊肉 真的挺大方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辣条的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辣条 它基本上的颜色都是偏红色的 而且我们用肉咬 就可以看到辣条上面 有一些小黑点 好像很邋遢 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什么 看起身 卫生情况就真的很令人担忧 而且我相信大家看完 接下来的这条石头 还有更进一步的感受 在包装车间内 近百名女工正封装 刚生产出来的辣条 但几乎所有人 都没有佩戴口罩和手套 一些工人手部 还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製作出来的东西还可以吃吗 我现在真的打完大问号 不知道其他商家 在製作辣条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像新闻当中的工厂 那样 那现在在市面上售买的各种不同的辣条 又干不干净呢 我们立刻用试验来严证一下 生产辣条的环境 令人这么忠目惊心 到底这些辣条干不干净的呢 为此我们专门从市面上 买了三份比较热的辣条 送到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细菌 首先检测完才为我们检测的是大肠肝菌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大肠肝菌是非常安分手机监 但如果大肠肝菌一旦超标 再加上机体免疫力降低 这些平时粮纹也会造成相应部位的感染 或者全身散播性感染 内抵抗元素性感染 同时到达的肝菌 进行检测 我们送检的哪条大肠肝菌都超标 检测人员便介绍 一定数量的大肠肝菌 我们人体自身的抵抗力 亦可避免危害感 但当大肠肝菌含量严重超标的话 就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损还 而且如果存在内药性极强的致病性细菌 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更有可能危害到人的生命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最常业的致病菌之一 它主要是能够产生一些毒素 然后这些毒素作用于人体 最后也是能够引起肠炎、食物中毒这些症状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侵袭性细菌 可以产生毒素 而且内药性很强 对长途破坏性极低 而且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前阶当中无处不在 那辣条里面到底会不会有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种致病性细菌呢? 同样检测人员继续为我们检测 这三份辣条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同样经过一日之后 我们等到了检测结果 结果显示三份辣条都检测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但并没有超标 但检测人员就解释是因为辣条制作上存在盘盘漏洞 生产环境比较恶劣 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曾经就在一家食品检测机构 对辣条的细菌含量进行检测 检测的结果非常得人 每客所行的细菌竟然超过10万个 例如有些老鼠或者蟑螂 或者其他一些 是污染了其他一些 其他一些致病菌 比如伤寒啊 其他一些 老鼠液啊 这些还有些出血液的病菌 如果小朋友吃了就会更麻烦 所以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辣条的生产环境 一般比较恶劣 容易滋生各种的细菌 再加上现在天气炎热 食用这些细菌超标的辣条 极容易引发细菌性食物中毒 引发辐射和口痛 所以我们可以判定 辣条的第一宗罪 卫生不过关 不干净的罪名 不成立根 今次下来 辣条的第二宗罪含有大量的盐 长期食用会令到小朋友血压升高 引起水肿 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们在吃辣条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这个是一种甜食 但是口味都会验人的嘛 那怎样判断食品当中 是不是含有盐呢 单靠味觉是不可以判断的 事实上 在很多食品当中 都含有盐的成分的 众所周知 盐是我们每日必须要 涉入的补充物质之一 但是涉入过多的话 对小朋友的身体来说 很可能就会造成不可估计的影响 盐是白味之首 是我们每日都必须涉入 补充物质之一 当人体涉入盐含量过低 就会出现疼云 弱力 肢肉不振等症状 而当我们涉入盐过多 也会引发各种的身体疾病 根据数据统计 人体内的蜜60%来自于食验 剩下的40%来源的食物 这些食物就包括蜜条的这种 隐藏的高炎食品 因为现在已经明确了 含蜜膏的食品食用过多 就是我们每日吃的蜜超标的话 就会很容易 导致我们成年之后 的高血压的发生率会增加 营养医生说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我个健康 日常三餐的盐涉入量 已经远远超过标准的1.5到2.3克 如果继续再涉入一些 盐含量过高的零食 就会对小朋友的肾脏 和血压有较大的压力 长期是这样的话 更可能导致血压增高 引起水肿 那这些在学校小卖部 极受欢迎的辣条盐含量 到底高不高呢 我们继续调查清楚 辣条顾名思义就是辣的味道会多一些 但是我自己试过就觉得 味道偏甜又或者偏辣多一些 到底它的含量量是多少呢 大家看到了 我手上拿着三种不同的零食 分别是辣条、饼干和华莓的 那现在我就会拿给街坊试一下 看看他们觉得从口感上面 哪一种零食的含量量比较高 即刻出发 你可不可以帮他们试一下 这三种不同的食品 接着你试一下有什么不同的味道 从街坊试食反应来看 这些的辣条大都又甜又辣 有辣 很辣 很辣 而剩下的饼干和华莓 一个偏咸,一个就偏酸甜 你觉得这三种零食哪一种最咸 华莓 这种是最咸的 饼干 饼干 看来从口感来说 街坊们一致认为 这个饼干的含量量最高 而接着来就是华莓 最低就是这个辣条 那事实是否真的这样 口感是否真的会骗了我们 我们还是用检测来说话 我们将辣条、饼干和华莓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严陷量的检测 一日之后我们等来的检测结果 检测显示 跟街坊们预测的结果不一样 送件的样品当中 华莓就最低 只有每100克只含1.12克 饼干就第二 每100克含6.41克 而辣条的盐含量是最高的 每100克含7.5克 所以口感是真的满硬型的 辣条吃下去虽然就不含 但是零食里面的盐含量 它是遗灭保守 辣条它制作的过程中 除了放盐之外 还会放一些小松蛋质碱 它也会含量的 所以辣条会含量 会比较高 对人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营养医生说 口味都是满硬型的 判断食品当中是否含盐 不单单靠味觉来判断 辣条里面有各种甜味添加剂 这些都有可能令辣条的咸味冲淡 而令到我们疏忽了 这是一种高原食品 所以调查到这里 这个辣条第二宗序 长期涉入会引起儿童血压升高 引起水中的罪名也成立 接着你 这个辣条含有过多食品添加剂 食用过都会致压 又是真的假的 到底这些辣条的成分是怎样 我们马上来看看 我可以看到这些辣条的配料 普遍都是由小麦粉 又或者是面粉 和这个饮用水 只是由糖精、微精等等制成的 而食品添加剂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只是粗了 看了一下 看来这四个牌子的辣条 最起码平均都有五种以上的食品添加剂 就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食品添加剂方面 我们常见的 就有甜蜜酥和糖精辣 那还有一些是我们听都没听过 从包装来看 这三种品牌的辣条配料 种类都在十种以下 通常为小麦粉、水、食用盐、白砂糖等等 而食品添加剂 这一栏却是文文华马 基本上都超过五种 有些甚至少过十种 那这些添加剂成分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通过直观的实验来观察一下 现在我准备了生云的清水 稍后我会将这三个不同牌子的辣条 分别放进这杯清水里面 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我可以看到 我马上将辣条放进去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油是立即浮出的 现在吧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立即来观察一下这些辣条 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刚开始的辣条是偏红色的 但现在已经脱了色了,变成白色 再来看看第三杯 第三杯的辣条同样是脱了色的 而且还浸到軟了,已经断了 从观察的结果来看 这些辣条刚刚放入水木片内 所以就从白色变成了橙色 水里面还油光点点 而辣条原本的红色就慢慢变淡 开始快白,看上去都吃肉全部 而从这个简单的泡水实验 我们就可以直观感受到 这些辣条可能添加了色素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添加什么其他添加剂呢 很多时候添加了很多添加剂 比如防腐剂,还有香料,还有色素 等等这些很大部分的添加剂 添加剂的总的作用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为了将它叉色 还有将它的味道改良,还有增加味道 还有一个就是防止它过早这样 等等这些对食品来讲这个作用 从功能上来看,这些辣条里面的添加剂 大多数分为四种 分别是调味剂,防腐剂,着色剂,以及死肉香精 虽然这些都是国家允许添加的范围里面 很快乐,甚至不可能致癌 它在国家的标准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对于成人来说 它如果吃一点点,应该问题不是很大的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 它因为它的器官,各个器官组织 它的发育都是不完善的 食用过多这些,各种添加剂比较多的食物 它会严重的肝转汗和肾转汗 最重要的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怀疑它可能会导致脂压 通过了调查,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辣条,卫生不过关,细菌超标 而且还含有大量的化学添加剂,严含量过高 只在这三宗罪,就已经罪名成立了 我在想,厂家是否应该为其负责任呢 我看到这些辣条的包装上面 大部分它的产地都是湖南 和河南这一带的 而且还很清楚又写明了这个厂家的名字 和联系方式的 我现在就打其中的一个电话去咨询一下 喂? 喂? 喂,你好,请问这里是华星食品厂吗?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你弄错了 但是我在这个辣条的包… 为什么拨打这个辣条上面的电话 却被告知打错了? 除了调查员也都按着其他辣条包装上面的电话 续一联系,分一个联系电话为手机 你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打过去的提示因为空号 另外两个的坐击号码 调查员打了四次都没人听 正在收买的产品 为什么包装袋上面标注的电话号码 会是错的呢? 到底这些商家是可风神正呢? 我现在就会通过网络去查询一下 观察那条包装我们发现 大多数那条都冠以某某食品厂的名字 而经过查询 我们就发现有些所谓的食品厂根本就不存在 而有些仅仅可以查询到经销商的电话 以及厂家的地址 而这些厂家亦大多分布在村镇 甚至其他的讯息都无从查证 这个电话号码又是错的 在网上找到关于这个商家的讯息 更加是少之又少 这样就很难令到人不怀疑 这个辣条到底有没有合格的生产批号 生产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关于辣条食品安全的问题 一直都没停过 要知道在国内就发生过 多气因为食辣条而死亡的事件 2013年4月9日 云南一个小学生 因为怀疑连续食了五包的辣条 导致死亡 2012年 浮药三位男孩吃完辣条之后 先后出现重量的症状 一名7岁的男孩 经抢救五包死亡 而在广州市近几年 食养监管部门 下架的五合格食品名单当中 辣条就合一两相 但但是上一年 2014年的下架数 就占到五合格食品 总数的12% 如果小朋友长期食用这些食物 又可能会造成一个能量的过程 会导致肥胖 然后导致将来成人 会有一个代謝终合症 比如高血脂 高血糖等等 这些代謝终合症的出发生率 就会增加 另外一个 因为经过这些工艺流程 制作的这些辣条 它会产生很多 反式的脂肪酸 会导致心脏病的发生率 会增加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它可能会 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譬如一些本病鼻等等 这些 在高血流程中产生的 就会致癌的 常常的食用 在调查辣条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 除了辣条 存在着包装 和卫生方面不合格 以及含有过多的 化学添加剂之外 我们在小卖部 还发现一些 糖果 果泡 又或者即食麵等等 都存在着 同样的安全隐患 而同时 这些零食 亦都是小朋友 没办法抵抗的诱惑 一般我们是见 如果家长和小朋友 选择零食的话 我们会选择一些 奶制品、豆制品 和水果 以这些为主 作为一些核果类 譬如核桃等等 这些才对小朋友有益 当然这些是建议 买一些熟原味的 不要去购买一些 增加了很多添加剂 小朋友吃零食 不可以吃太多 要考虑到吃的时间 比如两餐之间去增加 小朋友 因为能量的投资 正餐未跟着 可以增加零食 但是增加零食 我们是不见到太多 一个能量会造成一个过程 因为始终这些零食 都是有能量的产生的 根据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纳 零食亦分红绿灯 家长可以根据这份指纳 为小朋友选购健康零食 第一,绿灯类 建议小朋友经常食用的零食 例如牛奶 水果 瓜子 杏仁 蟲子等等 第二,黄灯类是适当食用的零食 比如 白朱古力 肉泡 老蛋 鱼片 葡萄干 奶酪 奶片 苦怕核桃人等等 第三,红灯类是限制食用的零食 例如糖类 鹏花食品 巧克力 奶油蛋糕 可乐等等 从健康饮食的角度来看 我们是不提倡中小学生 使用添加剂过多的零食 因为加工的程度越深 营养流失就越大 所以我们是提倡学生 应该吃多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牛奶等等 这些才是最新鲜 最健康的零食 好了 今期节目又差不多了 最后 提醒大家 记得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生活调查团 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 或者建议 同时 向我们节目组报料 今期节目是这样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